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账马它是GMCC万通贷款 全美的万通 因为他们现在在全美49周 都已经拿到正式的license了 恭喜你们公司 谢谢 并且贵公司的program又特别多 那今天挑几个来跟大家讲 这个我觉得蛮新鲜的 但是您要讲它的独特性了 这样我们的观众朋友才知道 这个就叫做三个月的bank statement 只要看三个月的银行的statement就可以了 看的是什么 哪一些需要哪一些不需要 好的 其实这个program 我们是针对自雇人士来设计的一个贷款项目 可能我以前也在您的节目上 介绍过我们叫自雇人士 我们使用12个月银行入账当作收入 去进行审核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自雇人士 他们这些入账可能并不是 也许并不是很好 那我们就是推出这个program 我们只要三个月的就好了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你证明 你有两年的自雇历史 那你只要提供 如何证明 这个通常你的CPA就写封信就可以了 或者比如说像我们自己 或者realtor我们都有license 你提供两年的license也都可以包括这些保险经纪 他们都有license 或者你是contractor你也有license 你要提供两个月的license 不是两年的license就好 或者说你是business owner 那你要在city有这个business license 你要提供两个月 我们就平均你这三个月的银行入账 平均这三个月算作你的月收入 当然这个三个月的statement要求是你的personal bank statement 其实以前的话你如果12个月的话 你如果想去准备一下的话 如果你take个12个月其实蛮长的 但是如果你有计划买房的话 那你可以完全用三个月的时间来稍微计划一下 OK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就是首付的高低 首付的话这个贷款我们首付呢 就是说至少要30% 它的贷款额可以到250万 贷款最高额可以高达250万 当然你如果需要250万贷款 那你的首付要相对稍微计划 所以这个是jumbo的 其实我们管这种叫non-QM路 就是non-QM 不是conventional loan 那这种的话其实没有这种jumbo loan 或者confirming loan这种区别 OK 这其实是一个蛮flexible 就是蛮容易做的一个贷款项目 当然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 你正好是自雇人士啊或者你有买房的需要 你可以跟我们计划一下 其实这只是其中我们有很多的那种不差收入啊 自雇人士 那目前来讲它的利息是多少呢 比如说今天来说 像今天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就大概7.375 7.375 7.375 或者是fullplex 都可以的 OK都是可以的 是是 那像这样您的客户里面是 他的income都是可以被查收入的比较多 还是不可以被查收入的比较多 其实我的客人的话呢 还是查收入比较多 我们做很多的confirming loan 包括jumbo loan 我们是做的很多的 这种non-QoM loan的话呢 通常就是有一些客人有一些特别的 比如他们可能就是不能按收入的 那我们也还是能够提供他们一个solution 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在您的节目上有很多的介绍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program 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program 我们其实最近介绍多的 可能你也经常提到就是universe 是是是是是 其实我们最近出了一个新的一个program 它是真正的不查收入贷款 它其实是对universe的一个很好很好的补充 比如说universe你至少要40%首付 那我们这个新的program 需要你35%首付也可以 那不同点在哪里 那人家当然要高付35% 如果你不能40% 那我们有35% 那利息就比较高一点 利息的话其实它比universe 还要稍微好一点点 那人家为什么要go for40% 他们每一个贷款的项目 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就是它也是有针对性的人群 比如说还有一些对universe的一个补充 就是说你universe的话它有一些地区限制 那这个的话 比如说加州的话universe有一些county它是不做的 但是我们这个program只要在加州的话都可以做 包括我自己license的那个夏威夷这个我们也都可以做 然后它还靠了好几个其他的州 其实是蛮好的 那我这样听起来觉得35%的比较好 或者是我有超过35%的 可是我不希望被买屋子的地区限制 我也可以go for这种program 对 包括这个新的这个项目的我们叫Ridian 这是一个新的program 它的贷款额像比如说universe最高是200万 那这个program我们最高可以到350万 当然350万的话你的首付要稍微高一些 对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so far 讲了一个三个月的bank statement的program 第二种是Ridian就是贷款额度更高 达到350度 更高更高 但是达到350万 可是它的最低的首付的额度是35% 或者是甚至更高 那这个都是适合物主自住和rental property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自住和rental都可以 然后利率也是一样 当然这个reading它的你不同的情况 它利率会有一些difference 但universe就是一个利率 就他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区别 但是最低的利率的话 reading要更好一些 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给John 来参考一下今天听到的这两种program 哪一种适合你 我们进了工商资讯回来以后 还要介绍另外一种 所以这些都是贷款额度蛮大的 适合现在的贵的房子的情况 好的 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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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